好,那老師呢,您進到我們這個OneNote之後呢 您看到這個,您先點旁邊一下,它就收起來了 那您有兩種方式可以加入 第一個呢,您用這個,就是標準的方法 您可以選擇使用所謂的社群的帳號 好,直接加入,或者呢,您如果不需要用這個 也可以直接用您的Email註冊也可以 好,那上面這個是比較單純 因為你只要授權,同意就好了 但是呢,如果你用下面這個 它會寄封認證信給您,您要去收一下您的信件 那第一次也許有可能會進到垃圾信 垃圾信箱裡面,您要找一下 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那如果您覺得,我今天還沒有準備好也沒有關係 您可以從右上角這裡,有沒有訪客 當客人就好了 直接點一下,取得訪客代碼 有沒有看到這裡就有一個八位數 您可以把這個記下來 您如果現在沒有記也沒關係 大家有進去還是看得到 大家有進去還是看得到 那我就按,我了解了 這樣是完全不用註冊的 這樣就進來了 那因為我知道其實高中端有學校 數位學習平台的系統應該比較少對不對 好,所以其實 因為我看剛剛那個名單上 有不少是那個我們領東中學的嘛 領東中學,欸老師有上過我的課嗎? 唉唷,對,老師有來過嗎? 沒有,我有都有到你們FB去留言 呵呵呵 有沒有,你們那個數位學習社群啊 我都有,我都有在上面留啊 嘿,沒有關係 反正至少今天有實體見面嘛 呵呵 好,那您進來之後呢,從哪裡? 發現裡面,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群組 好,您就進到這個群組這邊 欸,那這些資料呢 其實你會發現就是 呃,我們的就在第一個,有沒有 今天我們的這裡 就在這邊 好,就在這邊齁 那您可以點下去呢 點下去按上面的這個加入就進來了 這樣了解了嗎? 欸,你就可以點進來齁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所有的資料 那麼包括我們會用到的軟體也好 簡報也好 我已經通通都放在上面了 所以您隨時有需要的 都可以從這邊進來 好,就可以從這邊進來看到 那您可以看到 今天不想認識我都不行 有沒有發現到處都是我的東西 呵呵呵 這樣了解齁 這些我都開放的啦 好,這些我都開放的 您在發現裡面的群組裡面也好 或課程裡面都會看到我的 但是我們的這個群組 就類似我們講的班級的概念啦 我通常會以這個為主 因為這樣我比較多工具可以用 好,如果是課程就比較單純 就只是什麼 就只是放教材 放教材 所以 您在這裡也會不小心看到我的 好嗎? 這樣可以啦齁 所以等一下找的時候 不是找這裡喔 找哪裡 找群組喔 好,找群組裡面的第一個 點下去加入就可以了 那您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簡報 我已經都放在上面了 好,簡報都已經放在上面了 那一些相關的資料呢 我會放在這個任務裡面 就是你現在上面看到它有兩個齁 一個是訊息,一個是任務 點過去 任務我們的相關的講義啦 還有一些教材我都已經放在這邊 好,都已經放在這邊 所以可以從這邊直接去看 好,從這邊直接去看 那其實我蠻鼓勵大家 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實您也可以嘗試考慮用玩弄 因為對老師來講 因為我知道靈動中學 我們有做行動學習嘛 對不對 那除了那一個領域之外 其實 老師一般的課程 其實也可以嘗試用這個來做整理教材 也是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因為像比如說 我想要看到 每個老師閱讀的進度有沒有 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看到 因為現在這個是 大家都還沒有進來 所以看不到那個 大家閱讀的一個情形 這樣OK嗎 可以齁 所以等一下呢 您就可以進到這邊 那麼在右手邊這邊 會有相關的 這個軟體 反正都是免費 我才會放這裡 好 然後呢 有一些連結的部分 也會放在這邊 那麼我們待會呢 就是 延期進行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會做錄影 而且會隨時放上去 好,所以您就從這邊 點到我們今天的 有沒有 我們今天的 在這裡 那就直接 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麼 我先給您看一下 我昨天在中正 中正上的 我就會像這樣傳上來 那傳上來的話呢 你要看哪一個 就點下去 因為現在好像網路速度比較慢一點 整一下 這個應該是我們現在網路速度比較慢的關係 不過至少 你有需要 你可以點進來看 如果 這樣不能看的 暫時不能看 你可以只要把它下載下來看 也可以 這樣OK嗎 可以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是會 像這樣 持續進行 那 老師呢 您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先加入我們群組 好吧 好嗎 好吧 謝謝 謝謝 謝謝